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 就是龙是不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生物 我想先从一个特别的角度说一下 就是关于龙在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 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 除了在封建王朝是皇权的象征之外 在民间的十二生肖当中也有龙的位置 那么在十二生肖当中 所有的生肖都有与之对应的动物 可以说那些动物也是很常见的 你看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都是很常见的动物 只有一个生肖例外 已经不是常见和少见可以来形容的 直接上升到了是否真实存在 那就是龙 那么十二生肖的起源也有几种说法 具体我们就不详细的展开 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 十二生肖自古有之 要知道在古代龙是皇家的象征 皇帝被视为是真龙天子 龙的化身 穿的也是龙袍 好像在古代 什么人能够用带有龙图案的物品 也是有清晰严明的规定 但是唯独在生肖这里 完全没有这种规定 无论你是张三李四王五赵六 只要在龙年出生 那就属龙 可以说在古代文化当中 生肖中的龙是最亲民的 那么十二生肖延续至今 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 就是除了龙之外的所有属相都有原形 那么龙的原形到底是什么 龙真的存在吗 如果存在 有人见过吗 之前央视曾经报道过这样一条新闻 说是在高游出现了龙洗水的场面 并且放上了一段视频 在这条新闻播出之后 就有网友表示 央视报道的视频 和之前在东方卫视看到的不一样 我们来对比一下 像素都不是很清楚 东方卫视的画面里 隐约有黑影在蛇形 而央视播出的画面 则是一群鸟在差不多的位置飞过 看到区别的网友 首先发出了质疑 觉得这个视频画面是不是被动过了 因为之前视频中的蛇形黑影 被很多人都当成是龙 但是在后来的画面当中 就是鸟儿在飞过 那就有人觉得鸟儿也是有智力的 对大自然中发生的危险 应该会做出本能的反应 所以这个视频如果真的被动过的话 那么它的动机 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 就认定视频是动过的 况且蛇形的黑影 也不是十分的清晰 并不能判断那就是龙 龙溪水这种现象 虽然出现的机会不多 但是也会时常的在新闻里面看到 所以在龙溪水发生的时候 出现蛇形的黑影 也许只是偶然的概率事件 并不能当成是实打实的证据 证明龙真实存在 但是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件事情 在它发生的时候 是确实被当成是 真实存在的证据的 这就是著名的迎口坠龙事件 说明一下迎口坠龙的事发地 离我不算太远 虽然我没有去过事发当地 但是我还是听说过一些 关于这件事的民间消息 这件事在外面是有很大的争议的 但是在当地似乎没有什么争议 这次事件央视的栏目甚至用了两个期的节目 专门来说这个事件 我们先简单的梳理一下迎口坠龙事件的事发经过 在这个事件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篇报道 就是来自当时的圣经时报 圣经就是沈阳的别称 当时圣经时报的报道用的语言有些偏文言 我就用白话大概的说一下 说在迎口地区辽河北岸一带 发现龙骨 而当地警署把龙骨运到了辽河南岸 消息传开之后 就有大量的民众前来观看 人群熙熙攘攘 一时也为奇谈 然后说他的外观是肌肉腐烂 仅剩骨骸 到底是不是龙呢 议论纷纷莫中一世 就是说还无法确定 然后请当地学校的水产教授去看了一下 初步判定为 胶类生物 胶类生物就是龙了 文章的最后说明了发现的过程 说是因为当年夏天雨水过多 雨季之后雨水回流到河里 人们是在尾塘的浅滩淤泥里 发现了龙骨 判断是搁浅而亡 这篇新闻是发表在 1934年8月14日的圣经时报上 这并不是发现龙骨的日期 发现的日期要比这靠前一些 人们一说起迎口坠龙事件 这篇报道一定是绕不开的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篇报道上的龙骨照片 但是其实这篇文章所报道的事件 只是当年银口地区发生的一次 有实物证据的龙出没事件 这次龙骨被发现之前的一段时间 银口地区就有发生过渔船被疑似龙的生物攻击 还导致九人遇难的事故 这件事圣经时报也是做过报道的 之所以没有前面龙骨的新闻那么有影响力 可能就是因为它没有实物的照片 那么也就是说在龙骨发现之前 银口地区就已经有龙形的生物在腥风作浪 那目击者称 有龙形生物在银口的上空降而复生 摧毁了几艘渔船 破坏了工厂 甚至掀翻了火车 更有九人因此丧生 而且在这一段时间内 银口地区的天气一直都是阴雨连绵的 那这些信息呢 在银口试制都是有记录的 那么央视的栏目 两次都引用了海洋生物学家的说法 想对这一次事件进行一个最终的认定 那海洋学家认为呢 银口的龙骨很可能是鲸鱼的骨骼 只是被错误的拼装成龙的样子 才被大众误会成是龙 他们还在现场找到了一个虚惊的骨骼 摆放成了新闻画面中的样子 那么按理说呢 这个解释在海洋学家的口中说出来 应该是有一些说服力的 比如连雨天导致的流河水位上涨 加上鲸类确实有过搁浅的状况发生 但是关于这个龙骨骼的摆放 就出现了一个大的错误 我们两相对比就不难发现 后面摆放鱼骨的脚是插在眼睛里的 而《圣经时报》的图片虽然模糊 但是这个细节依然可以看到 并不是插在眼睛的地方 而且还有一点 央视的栏目中引用的目击者的口述部分 可以说完全否定了之后的判断 那么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个就是这个生物被发现的时候 并不是死的 而是冰死的 有人说龙形生物发出了牛叫的声音 第二就是有目击者说 看到了那个生物长脚 这是海洋生物所不具备的特征 还有就是龙爪 当时的龙形生物在淤泥里 已经挖了一个很长很深的坑 在坑的边缘还有爪印 再有就是龙尾和鳞片 有人说看到龙的尾巴会蜷缩起来 用我们当地的话说就是威回来 而且有人明确的表示 那个生物身上是有鳞片的 其实这里最让人难理解的是 当地很多渔民声称 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生物 后来还要请当地的水产教授来辨认 而水产教授辨认的结果是焦类 那么在现代汉语词典里 焦类就是不存在的龙类 人们不禁会问 一个水产教授不认识虚惊的概率到底有多大 所以综合以上几点呢 虽然不能证明那个生物就是龙 但是几乎可以判断 那个生物同样也不是虚惊 所以关于这次坠龙的事件呢 下结论我觉得还为时尚找 那说它是个未知生物呢 应该是可以的 还有一点呢 就是目击者们看到的龙 和圣经时报照片上的龙形生物 有可能不是一个 这其中可能是有一段时间差的 人们目击的龙出现在当年的六七月份 是一条冰死的龙 前后呢 出现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最后消失不见了 而消失不见了就说明 它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 而且也不是被挪走的 应该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见了 而圣经时报的报道呢 是有头有尾的 从发现龙骨到银口的警署 对龙骨进行转移 这些都是连续的 所以目击者口中的龙 和圣经时报上的照片呢 不一定就是同一个生物 那么之前我说过 其实银口坠龙的事呢 发生地离我不是很远 我呢也多多少少听说过 关于这件事情的传闻 当然呢 这些传闻也在央视的栏目里出现了 这就是人们会给龙搭上席子 然后往龙身上浇水 那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举动的时候呢 其实也没觉得有什么 后来在我听说了一些 其他地方的龙出没事件之后 感觉人们似乎对龙啊 有着颇为普遍的常识 就是不能被阳光直射 和需要浇水 那么同样发生在东北啊 还有着其他的坠龙事件 在1944年 松花江支流 牡丹江南岸 发生了一起坠龙事件 当时的目击者呢 有三百多人 据目击者形容 龙形生物有十多米长啊 头和脖子呢比身体要细 头像小牛的头那么大 接近上宽下载的方形 但是头上的脚呢 并不是开叉的 而是呈扁铲的形状 有点像牛角短且直 那脚的根部直径 大概有十厘米左右 那当地人们发现之后呢 同样默契的往他身上浇水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天上下起了雨 于是当地的人纷纷都回家 等到第二天再来看的时候 龙已经不见了 那只在原地呢 留下了一条长长的钩 那这件事情呢 被记录在1989年出版的 中外书斋上啊 还有在大约20年前吧 我的家乡也发生了疑似坠龙的事件 但是这次有点不同啊 并没有发生在海边 江边或者河边 而是发生在山里 目击者呢 也是整个村子的人啊 这次坠龙呢 是发生在山坳里啊 当地的村民呢 同样用树枝搭起梁棚 然后呢 为其浇水 隔天山中莫名的泛起大雾 据说能见度极低 等到大雾散去之后 龙形生物不知所踪 那这件事情在我的家乡 流传甚广啊 但是还没有像迎口坠龙 那么有影响力 可能很大的原因之一呢 就是没有任何的痕迹吧 所以啊 人们给龙搭凉棚 浇水的这个常识 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那发生的这些龙出没的事件啊 即使相隔很远的人们 似乎都有着这种默契啊 好像很了解龙的习性一样 难道真的有龙的传人这种事吗 那我们再回头看看这些龙出没的事件啊 每个事件的目击者都不是单一的 有的是几百人有的是一个村子的人 这里面呢没有制造虚假信息的动机 也没有一群人串供的理由 所以关于龙是否真实存在呢 现在想下一个结论可能还是有些早 那我在之前的视频里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说人类出现才200多万年 就诞生了文明 而恐龙呢在地球上生活了数亿年 却没有诞生文明 下面就有人评论说 我怎么知道恐龙没有诞生文明 现在想想呢 我觉得这种质疑也是有可能的啊 恐龙和龙是不是也有着某种关系呢 你看他们头的样子 爪子的样子那么的相似 真的只是巧合吗 包括西方的文化当中 龙的形象也和恐龙有着惊人的相似度 那如果不是科技的进步啊 复原了数亿年前恐龙的样子 可能人们永远都不会发现这种相似 那龙呢也只会是传说中的存在 所以在地球上生活了数亿年的恐龙 到底有没有诞生文明呢 好的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喜欢的记得关注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